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12日 马体会判取埃尔切 西班牙甲祖联赛周四凌晨再度迎来角逐 届时马体会将做客埃尔切 M直播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埃尔切竟二轮不胜 而马体会上轮赢下打笔战心理层面占据优势 再加上马体会赛季发挥远胜埃尔切 马体会此行建制三分 埃尔切35轮过后手握39分 和倒数第三的马略卡存在7分的差距 虽然仍存在降班的理论可能 但埃尔切来记留在西甲是基本能够确定下来的事情 对比上季 埃尔切今季还是有些许进步 毕竟他们上季和降班擦肩而过 今季他们还有三轮未打的情况下 已经比上季多击三分 尽管如此 埃尔切依然是一只弱旅 事关他们经季攻防两端表现 依然存失衡的情况 军场1.06比1.37的表现 不太理想 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佩利 米拿可能是埃尔切阵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皆因攻入八个联赛入球的她是阵中首席射手 正是凭借她的入球 埃尔切上个主场联赛才艰难地破获了奥沙辛拿 此番面对实力强大的马体会 埃尔切难逃输波厄运 阵容方面 前锋A邦斯被罚停赛 马体会上轮联赛击败了黄马 除了拿下了打笔战的胜利之外 他们亦终结了连续二轮不胜的阴霾 目前球队排名联赛第四 和身后的贝迪斯有6分的差距 仍存在理论上跌出前次的可能 所以他们自然不想在若吕埃尔切身上失分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 施蒙尼将迎来西甲直较400场里程碑 其麾下弟子自然亦不希望令施蒙尼遭遇里程碑 战役方面无需怀疑 恩利克 卡拉斯高近期似乎撑起了球队的进攻端 事关马体会最近五轮中的三个入球均有他所入 至于头号射手安组 哥利亚似乎需要找回入球感觉 有利的是 2013年至今 双方一共交手过9次 马体会斩获八胜一合的不败佳绩 当中多达7场后防保持零失球 而最近五次马体会都能率先破门且在半场领先最少一球 综上所述 马体会此行的确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中场马高斯 罗兰迪被罚停赛 中场汤马士 立马和前锋祖奥 菲利斯军音商倦琴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